歡迎收看 新年快樂姐妹會 我想問你一件事 如果說 歐洲什麼地方最浪漫 怎麼樣你有做虧心事是不是 我以為你問我什麼事事 不是 如果你想歐洲哪個地方最浪漫 你會跟我說 對 當然是法國啊 巴黎啊 義大利 真的 那如果是東南亞的話呢 你們會覺得哪裡是 哪個最喜歡的地方 泰國 泰國不錯 然後南國 越南 越南最近心心神是 不好意思 我們在聊天 越南 越南不錯 對 你們有發現我們在講話 怎麼還一直發出聲音是怎麼 你們還有存在感啊 我們 最大的 這邊 最大的 妳說胸胸 歐尼 不好意思 還是年紀最大 不要亂說 對 也是東南亞 東南亞 東南亞 對 緬甸 歐洲很浪漫 這個國家 對 歐洲很浪漫 全部被你們忽略了 真的耶 我覺得我們最旁邊兩位 波蘭跟新華麗的朋友 你們連抗議都好沒有存在 你們連抗議都好沒有聲音喔 因為他們抗議都好沒有鬥志 你知道嗎 但至少他們還會動動手 上排後面三位 直接放棄治療 表情都沒有 沒有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些國家 只是他們聲量比較小 他們其實有一些很厲害的地方 那你覺得這八個國家 你覺得哪個 在你心中最沒有存在的 這是我要問你的 小心一點喔 我覺得 幹嘛你看我 我應該是 因為我對 我跟洪哥比較熟啦 洪杜拉斯吧 真的喔 為什麼要看我這邊啊 對… 對… 那你呢 但是在我的感覺裡面啦 我是覺得 哈薩克 哈薩克 就是我知道他很大 但是他的 就是譬如說 其他的資訊好像比較少 你會覺得哈薩克 是不是只有沙里紅吧 對… 就是會 因為我練體育的 我知道哈薩克的體操 還有撐桿跳很厲害 排球… 對 撐桿跳很厲害 哈克斯風也是他們發明的嘛 是嗎 哈克斯… 哈薩克 是嗎 我不知道喔 不是啦 你這樣我再來幾個 講笑話節奏就很退縮 那比利哥你覺得呢 哪個國家你比較覺得沒有 如果對我來說的話 其實是 夜門是其實在我心目中 是我一直想要去 拜訪的一個國家 那是沒去 那是年齡的內戰 饑荒等等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去 你還知道內戰 饑荒 你有沒有存在感啊 很有存在感 OK 所以存在的 戰爭跟饑荒 對 好 那因為這是我們的觀感 對… 那你們呢 你們覺得在座哪個國家 你覺得最沒有存在感呢 幫我寫在板子上 就有看一下 傷感情… 夜門 緬甸 緬甸 宏都拉斯 哈薩克 可惜你的選項也太多了吧 可惜你還寫自己的國家耶 哈薩克 其實緬甸看起來算是 今天得票率滿高的 對… 而且大家寫緬甸都還滿好看的 Anna你也是投了緬甸一票 對 大家就是緬甸 因為想…想一下那個緬甸 用它的名稱 英文的話 就至少有兩種就是 Burma跟Mianmar 那布蘭文還有三種 Burma… Burma…Burma…Mianmar 其實一個國家耶 那個名稱都沒有… 確定一個 錯吧 對 就沒有固定一個的話 那… 還有什麼存在感可言呢 就沒有一個真正 就是固定的名字 連名字都沒有定位就對了 固定的 然後Burma Burma是因為緬甸 其實我就簡單來說 就是Burma…就是 緬甸的一個種族 就是像台灣有很多原住民嘛 那Burma就是 緬族的意思 Burma就是代表全部的… 就是代表緬甸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我們要說緬甸 應該要說緬麻 對 因為緬甸有很多種族 是 對 不可能說Burma就是… 妳現在是不是有點情緒 她是滿激動的 緬麻 所以大家有聽懂了嗎 這一段 就是大概… 緬麻才是真正的緬甸 其他可能是他們的… Burma 就是其實它跟以前英國 那個歷史也有關係 但是簡單來說 Burma就是一個緬族的意思 是的 但是你有發現 這個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嗎 我們大家可能今天才就… 沒錯 原來是這樣 我上WTO前面會 以前我要研究一下 怎麼做這個節目是什麼 然後我看那個 知道什麼東南亞的那個… 就是他們各種東亞的國家 然後吵架 然後就是我看詩詩我… 這個人是哪裡人呢 就是我看不到 就是第一次看到他的國旗 第一次聽到緬甸這個字 所以我就要去研究 因為他們聊那個緬甸 我就想 他們為什麼說 東南亞的國家 那那個麵甸最好吃 麵甸 麵甸 B 好像過了 可是我是搜尋一下麵甸 是國旗 是 真的 就會有一點菩薩薩的感覺 對啊 然後邵迪你也是覺得是麵甸 對 我一開始吃是… 我是來台灣以後才發現 有這個國家 以前我都不吃到有這個國家 哇 然後有一次 你小心他就坐你旁邊 對… 有一次我… 因為我是在那個語言中心 學中文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同學 他也是緬甸來的 但是又有… 另外有一次我去那個華新街 華新街… 這是不是華新街 是在永和那邊… 中和… 不是有一角路嗎 對 很多緬甸料理 華新街 對 所以我就開始認識這個國家的 然後另外一次我… 有的時候我會見到很多人在講緬甸 但是我以為他們在講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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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就不清楚 不知道是一個國家這樣子 比如說有一些國家 他們的英文名字跟中文很像 但是它的國家就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 緬甸跟緬甸 緬甸 有差很多 差很多 沒有 差不多 沒有 差不多 差很多 差很多 差很多了 差很多 差很多 對 比如說我跟你說 你跟我說緬甸 我不知道 你跟我說台灣 台灣 台灣 然後或是 越門 越門 對 都會聽得出來是 OK 一樣的 不好聯想在一起 那是我們翻譯的錯是不是 那哈莎 我覺得那都是中文的問題 這個是中文的問題 真的 好 是我們的錯是不是 不是 中文的錯 是中文的錯 問的錯 很關鍵 對啊 這怪得滿遠的 對 哈莎 可欣也覺得是 可欣你是覺得三個對不對 對 然後其中一個 是自己 對 我覺得緬甸 我也以前不知道 緬甸 我知道它的位置 還有它的名字 可是我不知道那邊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也沒有認識緬甸的人 現在來WTV 所以是不是你第一個認識的 對 第一個認識的人 恭喜 恭喜 這樣一個很像 一 二 四票 四票了 對啊 算是滿多 今天是得票最高 算是 我覺得 他們的世界太小太小了 怎麼會說緬甸沒有存在感呢 就像剛才邵迪講的這個中和 這整條街都是緬甸的人 以前我們家就住那邊 裡面有賣 小吃 大吃 小吃乾貨 雜貨 什麼都有賣 在台灣喔 那邊還有潑水節對不對 對 辦潑水節 潑水節的時候 他也會辦這個活動 我想請問大家 波蘭 在台灣有波蘭街嗎 沒有 有燕門街嗎 沒有 有哈薩克街嗎 沒有 有洪都拉斯街嗎 沒有 你要聽人家是這樣嗎 對啊 那他說的滿有道理的 對啊 就是我們有存在感 才有這一條街 是屬於我們的 他們其實在台灣有存在感 對啊 然後我覺得對我來講 最沒有存在感的就是 哈薩克跟洪都拉斯 像我們節目這麼久了看 就很少出現哈薩克跟洪都拉斯 這個國家 好像是唯一一個 哈薩克人 對 洪都拉斯 對啊 我常在節目 洪都拉斯都坐在這邊 對 一剛開始 對 一剛開始 我看到洪都拉斯的那個腳本 我看到 想說洪哥怎麼升級到這裡來了 新住民的地方 對 然後後面是 不是 是一個國家 然後就為了這個題目 我就問我的緬甸的朋友 我就問說 有聽過就哈薩克這一國嗎 不知道 然後有知道洪都拉斯這一國嗎 不知道 看 我說他們存在感 有多渺小 不是 不是 看 就他們的存在感 真的是很小 就是沒有什麼讓我們會知道說 欸 哈薩克洪都拉斯 有什麼東西會碰出來的 對啊 很少 因為我知道 很少人知道哈薩克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來WTO 我有問 我想告訴大家哈薩克是什麼國家 還有我們的名字哈薩克 在臺灣很多人說哈薩克 可是中文名字是哈薩克斯坦 對 對 所以跟我們的英文名字很像 哈薩克斯坦 對 還有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我認識台灣人的時候 他們問我 你是什麼國家人 我說哈薩克 他們說 因為他們不要說 他們怕說的 他們不知道 他們說 對 我知道 有一個很很小的國家 是不是 我說 對 第九個最大的國家 對 免得不小 第九個國家 對啊 我選到哈薩克 是因為我只知道哈薩克 是一個很搭 然後自然豐富的地方 裡面也有這個印象嗎 好像沒有文明感 自然很豐富 沒有啊 真的沒有 沒有 很多山啊 然後很有Nature的感覺 而且他附近是不是有 沒有 跟你沒有沒有什麼吵 然後這是不是他附近有沒有 有很多那個 最後有Stand的那個介於 在他們的國家名上面 所以這樣要什麼 要什麼發展各一個一個 成一個好的一個 深刻的印象 你看啊 加薩克斯坦 吉克斯坦 北克斯坦 杜米克斯坦 塔吉基斯坦 妳可以嗎 這樣我要怎麼發展一個一個 對 沒有 我還有很多等等 Stand什麼 我想說 我們的名字是 我們的最大的問題 我們自己知道 因為我們的哥們 想換我們的名字很多次 可是我們就覺得 有一點太貴太麻煩 所以我們沒有換 因為我們跟不一樣的斯坦 差很多 差真的很多 還有不一樣的斯坦人 來哈薩克的時候 他們覺得要差非常多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我們的名字是哈薩克斯坦 所以我也在台灣喜歡說 我是哈薩克人 不是哈薩克斯坦人 所以他們沒有像 斯坦的國家 對 這比較不容易搞過來 其實我因為這個節目 我才去找 夜門是 對 夜門的話 我後來我看些 其實我小時候 我知道是歐滿 不是夜門 歐滿 隔壁 可是歐滿 它很富有的國家 雖然它的 它的那個坪數 是比夜門小 可是 大 夜門比較大 對 可是 結果其實很多的時候 是夜門要求歐滿來幫忙 因為他們的戰爭 他們 就是裡面的那個 很嚴重 就是那個極荒 對 極荒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 最不了解沒有存在感 就是夜門 夜門大概已經內戰多久了 已經 六年 所以我離開夜門的時候 就開始 三個 我離開夜門的三個月以後 就開始了 到現在 就是不是一直在打 就是內戰 然後一直一樣的狀況 我覺得我自己的國家 匈牙裡 謝謝大家知道 匈牙裡 可是 可是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特別是 我每次去美國 他們問你是哪裡人 我說 他們完全不知道 在美國 在歐洲 在哪裡 可是台灣人我覺得 比較OK 他們知道 好 然後因為我覺得 剛剛這題是問大家 覺得哪個最沒有存在感 沒有存在感 但是你知道有一種 沒有存在感 會令別人更 沒那麼喜歡 就是他很喜歡刷 就是他明明很沒存在感 但是那 卻喜歡刷存在感的國家 你們是在做哪個國家呢 所以 安娜你是覺得是 波蘭跟匈牙利 對 我覺得波蘭跟匈牙利 我覺得 是他們很會找別人的麻煩 然後我們就跟他們學 就算那種存在 好的不學 因為我們都是在歐盟裡面 那其實我們應該算是 可以說比較邊緣一點的國家 以勢力來講 不是以地理為的 以勢力來講 那像是他們 以前那個難民的問題 那就是難民就卡在那邊 就明明那個歐盟國家 就那個已經決定好 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那他們就開始說 我們不要 我們不接受 這樣子的說法 我們就說他們可以不接受 我們也不接受 對 然後我們就 就像歐盟方面 就阿福常講的 其實很多寫定都已經講好了 我們就會出來說 我們需要特權 就像是之前 就講的那個2050年 好像要打到什麼 電力平衡 對 然後波蘭就說 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需要更久時間 對 然後就 因為我們就 比較邊緣一點 所以我們就 拿的錢比較多 是 因為就需要 就大家要平衡一下 所以我們 實際上應該是在歐盟裡面拿的 最多的 可是 像德國他們拿的 他們 給的是最多 付出的 最多的國家 所以他們要求 特權應該是比較合理一點 而不是我們 所以 像是阿福常常講我們 我是覺得非常 非常正好 所以你們如果不發生的話 就會 歐盟裡面可能就會 忘記你們的存在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想法 因為我覺得這個 我很不喜歡這樣子 其實 因為大家就是那個 就一起 通常想法 應該是平等的這樣 對 大家都是平等的 對 好的 然後 太樂 我也覺得是波蘭的 因為就是我一直都 波蘭這個國家 可是我對他們 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文化 什麼菜 什麼的 可是我來到台灣 就開始多認識一些波蘭人 然後發現他們愛說 什麼俄羅斯的東西 就是大家以為是俄羅斯的東西 其實是波蘭的 然後說 那個 那個就是波蘭的 那個就是波蘭的 那個俄語 俄語也是波蘭的 什麼都是波蘭的 我就 這個不是 我就很不懂 這個不是俄羅斯的嗎 所以俄文是 俄文是俄文 波蘭文是波蘭文 完全 也不是說我們不相關 因為都是斯拉夫語系 都是斯拉夫語系 對 可是我們連文字都不一樣 對 我們是用 拉丁字母 他們是用那個 他們的字母 那到底福特加斯 那福特加斯 當然是波蘭的 是波蘭的 不是 好 這問題已經吵了好多次了 對 已經吵了好多次了 對 福特加斯在這一集裡面 是波蘭的 沒有 永遠是波蘭的 永遠是波蘭的 我覺得很少看 很愛刷存在感 刷存在感 對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也不知道 在哪裡怎麼辦 可是去年他們 有一個很大的活動 一個世界的 是什麼比賽 比賽 冰上去 對 然後去年很多熊野利人去那邊 跟很多人去那邊 然後他們的地方都很大 都很漂亮 讓大家看他們的國家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然後 可是 因為很多熊野利人去那邊 他們說他們的吃的東西都很好 可是呢 有一點可怕的東西 他們說 他們吃馬肉 馬肉 對 馬肉 這是豬肉 對 倒可怕 真假的 你們國家都有吃馬肉 可是很多國家都有吃馬肉 馬肉很好吃 對啊 對啊 為什麼熊野利人會不會太罵 我在日本的熊本 就是非常自己的馬肉 然後在東京如果有馬肉店的話 我絕對不會放過的 而且要馬屁股的那一塊 好爽 要拍吃了就可以拍馬屁股 很可愛 好吃 對 而且是吃臥壽司 是是是 然後一下 很容易融在這裡 有什麼重要嗎 吃起來 我沒有吃過 因為我本身怕生的東西 然後我又在吃的同時 一直想著那個馬肉 它在跑的時候的那樣子 我就覺得很害怕 但是冷靜下來覺得 那個肉其實蠻好吃 有一點咬勁 但是又不會到咬不爛 然後有一點油脂 它就是一個 所以熊野利也覺得吃馬肉 是很可怕的 我們很愛非常愛罵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罵 可是我們不要吃罵 所以你們不愛牛嗎 所以你們不愛牛嗎 對 對 沒錯 對 你看這個 可欣就直接問Christina 很直接的問題 你們不愛牛嗎 對 你們也是吃牛肉嗎 還有人吃貓 沒有 沒有 還有在哈薩克 我們的馬肉是特別的貓 不是每個貓可是可以吃 每個品種不一樣 不一樣的貓 對 不一樣的貓 貓 貓貓貓 而且剛剛那個少爹有說 你們也有吃駱駝肉 但你們也很愛駱駝 對 所以就是一個 一邊吃它 一邊吃它 好恐怖 所以這個沒有對錯 你愛到不放過你 說出來嚇到你 我的國家超有存在感 義尼總共有幾個小島 2005之前的時候是統計有 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七 現在超廣 一萬三千 這麼多 萬島直播 你們是連那種石頭扶上來都算 時間上最高的建築物層 已經是在波蘭 叫做 然後它 還有多高啊 就是這麼高 你們就看一看一看 Rachel McAdam 對 是加拿大人 Jim Carrey 對 很好笑的一個人 對 可是我們現在當然不太喜歡 所以會很喜歡 很喜歡 很喜歡 剛剛大家都是在互相攻擊的感覺 但是 現在是大家來證明一下 自己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你們的存在感是必要的 是很厲害的 我做的一個片 那影片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覺得很少人知道 哈薩克是什麼國家 所以我拍了一段片 我先告訴你們 五個哈薩克的小知識 第一個 哈薩克是世界上 第九個最大的國家 例如說 在一個哈薩克可以鑽進 八十個台灣 我們有很多山脈 沙毛 森林 和草原 第二個 哈薩克有四個不同的季節 因為很多台灣人覺得 哈薩克都很冷 可是我們哈薩克是四斤封明 我們的夏天很冷 秋天可以看楓葉 春天樹會開花 我以為是沙漠 我以為是沙漠 最後冬天回小學 對 第三個 蘋果來自尤哈薩克 什麼 什麼 很少人知道 是華盛頓嗎 很少人知道 可是玉京山也來自於哈薩克 不是沙漠 說到玉京山大家都想到荷蘭 可是玉京山其實來自哈薩克 最後哈薩克擁有世界上第一個 也是最大的太空發射中心 白卡路 怎麼那麼小心 怎麼 怎麼 那麼多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台灣過去哈薩克 飛機要坐多久 你們要去韓國 還有從韓國去哈薩克 大概七個小時 剛剛已經有了 我有一個疑惑 就是關於玉京山 我們都知道它不是來自荷蘭 所以是你剛剛這樣說的 但是我們認知 慈禹玉京山來自土耳其 有可能這個有關係 因為在哈薩克 我們說從哈薩克來的 有可能 這跟波蘭的福德加一樣 因為他們說有科學證明 有研究 可是我自己不在 我自己來裡不在 我不是看得他們研究 老師要再求證 好漂亮 你們那個山好漂亮 那個山路好美喔 這個跟我的那個 跟阿拉木圖旁邊 阿拉木圖是我的 我的市場 阿拉木圖意思是 蘋果的爸爸 蘋果之父 蘋果之父 對... 所以我們說從哪裡 我們的特別的蘋果島 是從那邊來 世界上第一顆蘋果 是在哈薩克發現的 不是花椒 也不是青森 青森啊 富士蘋果 天啊 你現在才知道 好太恐怖了 太可怕 因為它有存在感了 對 而且哈薩克 是世界上最大的內陸國家 內陸 對 土地 很厲害耶 我們太古肉寡玩了 真的好意思耶 實... OK 好 為了證明你們國之家 你是有存在的 你可以離開了 後面還要繼續聊好嗎 因為你們地利不好 才不會知道啊 那你知道嗎 燕門我們現在還是不知道啊 我也知道 怎麼會刻意不知道 好 哈薩會刷存在感的 真的 我們剛剛應該有一題說 你覺得誰 最喜歡刷存在感 你 好 好 那印尼呢 印尼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厲害的喔 厲害喔 講得很嚇死人 剛剛哈薩克很厲害 光大的話 從那個地域的那個坪數 其實在東南亞 對 對 任何一個國家應該也 不管是從島 或者是那個路 不是 那個海 海面積 其實印尼事情很特別 因為是它在 兩個大洲的中間 跟兩個大海洋的中間 所以它那邊的海線 其實它就很豐富 所以印尼總共有幾個小島 在2005之前的時候是統計有 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七 一萬三千六百六十七 一萬三千六百萬島之國 你們是連那種 石頭扶在都算 不算 不算 它有很多無人居島 太多了吧 所以現在就超過一萬七了 對 一萬七 太多了吧 對 所以就是早期的時候 為什麼就是很多 我們就是 國家比較富有的 他們會有自己的四人島 十人島 很多會有 對 那你們有沒有哪些島 是很厲害的 哪些島很厲害 其實全世界可能知道的是 巴厘島 對不對 全世界大家知道巴厘島 可是我早期我來的時候 我今天巴厘島的名氣 可能比印尼還要大 比印尼還要大 對 像我們就是世界唯一一個的那個 恐龍的後代 科莫多龍 科莫多龍 對 科莫多龍 那其實全世界只有在印尼 對 然後其實全世界很少見的 就是那個粉紅色的沙灘 就是在印尼 稍微讓大家想起一下 這個之前的照片 這個是在巴厘島 對 我自己去玩 不是 這個是在巴厘島 再去往東邊 對 就叫做那個拉布安巴厝 其實印尼有很多 其實很特別的 自然景觀 所以其實光我們講到那個種族 好了 印尼人口全世界排名第四最多的 對 那種族其實超過三百多人 兩億半多 現在 據說是三億吧 對 三億了 對 登記下來是兩億半多 那光那個 那種族 就已經超過三百多個 對 那語言的話 美食 那你們可以吃到各種各樣 不同的美食 台北車站那邊 好多那個印尼美食 好好吃 那只是少少部分而已 真的耶 所以就是有很多很豐富 等著大家去發現 是的 很有存在感的 再來 那緬甸呢 緬甸 像我要先說 就是大家有知道 就是兩年前 在泰國很轟動的13人 就是在睡美人洞 受困的這個 足球隊 對 但是這個我要來講一個 就是這三個受困的是 睡美人洞 然後他們受困在裡面 大概四五天後 然後各地大仙就出來推算說 他們在洞裡面應該是存活沒有幾個 可是這時候 在緬甸修煉的高生 緬甸 緬甸的高生 對 M上的緬甸高生 在緬甸 在緬甸修煉的高生 古巴文春 他就推算說 裡面13個人都平安 沒事 幾天後 那時候是還沒救出來狀況之下 對...就是在裡面 然後他就推算說 裡面13個人都平安 無事 幾天後就會出來了 所以跟大家其他的說法 完全不一樣 對 可是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 怎麼可能 因為他們很 收救隊人都很難收救 因為裡面都開始淹水下大移了 都很難收救 然後最後真的 就像古巴文就說的 13人終於找到了在這裡 然後大家13人都平安無事 所以其實緬甸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就是這個 對 所以你要叫我們不要再去泰國拜拜了 應該要去 去緬甸 對 大家都知道 去那個泰國拜拜拜佛 但是其實 很吸引力 所以如果這張機票要去 緬甸 對 好的 人生不順歲要去 緬甸 對 因為台灣人很愛看那個 是不是 對 對 那你們一定要知道洪杜拉斯 還有中拉丁美洲 因為那個星座 你們知道是 它的來源是哪裡嗎 從哪裡出來 這不是 就是馬雅時代 你們都知道馬雅時代嗎 不是唐利奇老師 不是啊 不是 那就馬雅時代其實 對我們今天的工學滿重要的 因為他們有裝燒那個 那個 然後 巧克力也有嘛 所以可以說那個巧克力也是 那個 從 拉丁美洲出來的 所以說其實 那些原住民其實是滿中民的 因為我們在洪杜拉斯 有一個異級 是叫做可潘 可潘異級 是全馬雅時代 最重要的城堡 所以說其實洪杜拉斯 滿有存在感的 只是說沒有人知道 所以要那個 那就是沒有存在感 對 那加拿大呢 其實加拿大 他超有存在感好不好 他的顏值 他今天就穿上哈利波勒制服 這有存在感 這有存在感就是你了 我們是說國家 對 說國家 對 就是我覺得 加拿大其實有很多有名的東西 可是這些有名的東西 大家都不會知道是加拿大的 東西的話 我們有那個 拉鍊是加拿大做的 拉鍊 拉鍊是加拿大發明的 對 還有那個 花生薑 不是美國人嗎 不是啊 不是美國 我每天都要吃耶 對啊 然後還有一個 籃球 去棍球 籃球是你們 籃球 籃球 籃球大你開工畢業吧 怎麼看你籃 怎麼看加拿大 你說得帥 對啊 就是有很多東西啊 然後 我們也有很多很優名的人 可是大家都會以為是美國人 比如說 比如說 Ryan Gosling 好帥喔 對 就是Ryan Gosling 加拿大的 然後這個 Rachel McAdams 對 加拿大人 也是加拿大人 然後還有這個 Jim Carrey 對 他也是加拿大人 最後 Justin Bieber 可是我們加拿大人不太喜歡 Justin Bieber 對 可是我們真的有很多 還有那個斯林第二 也是加拿大人 對對對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名人 跟很多的發明 對啊 還有存在感的啊 為什麼加拿大今天坐這裡 對 有存在感 可是都是很多方面 可是你之前知道 花生醬是加拿大人 不會吧 真的不是 對啊 可能因為 特別好吃 好 那波蘭有什麼厲害的 很多厲害啊 我在各方面 就真的想 就隨便可以講出很多個 所以不知道要從哪一個 開始講 來來來 對 對 常常說我們本人講得主 也有十幾個 二十個吧 然後其中一個 大家一定是學校有學過 對 對不對 就每一個人都有學過 對 那再來波蘭也是那個 有世界第二老的大學 就在波蘭 對 非常有歷史性的 那再來那個 時間上最高的建築物 最近是在波蘭 它那個叫做 然後它 對 就是這個 它叫做一個廣播電台 然後它 它 它有多高啊 就是這麼高 它你們就看就看 這麼高 好高 到現在 這裡是艾菲爾鐵塔 對 艾菲爾鐵塔 然後這個是那個 艾菲爾鐵塔 差不多三百多一點 對 然後它那個 有六百多 六百耶 所以是那個 杜拜那個性的內洞 是唯一的 比它高的 比東西 所以真的滿高的 對 就是這麼厲害 然後再來 像是波蘭也當過 那個歐盟的主席 也當過交通 然後也有很多那個 游民的 或是發明家 或是實際上文學 或是其他方面 很有成就高的人 沒有人知道 是波蘭人 是 比如說那個 蘋果的創辦人 一個是Steve Jobs 另外一個是Steve Vozniak 就是波蘭裔的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對 身為正常 我一個音樂系的 我一定要補充一個 你不講 我們真的都忘記了 我要補充一個 小方 小方 怎麼可能忘掉 就波蘭舞曲 然後對那個音樂 有很大的共振 小方 波蘭 原來波蘭這麼厲害 這真的非常厲害 所以我今天在節目 真的不是很了解 夜門要來囉 好好刷 夜門有什麼厲害的 告訴大家 好好刷 一開始就是你們 一開始喝咖啡 我是從夜門來的 因為我們在夜門 在那個紅海那邊 我們就有一個港口叫做 然後很久以前 那個我們都會出口 以前那個夜門 中咖啡是很繁榮的 就是非常有 非常有很多 出口很多 對 出口很多 然後我們都會出口到 澳洲國家 然後他們是 一開始喝咖啡 是喝我們的咖啡 但是他們不吃到 是從夜門來的 他們只有吃到那個 MOKA的名字而已 是 對 這個是咖啡的部分 然後我們以前是 不是有北葉跟南葉嗎 對 就是有分兩個國家 而且一直不穩定 然後一直衝突 內政什麼的 所以它很多 新聞都會報導 這個是負面的 其實我也不想講 這個 但是我們有很多人面 是 還有最後一個是我 我上節目 其實在台灣人 都吃到夜門 他一看到夜門人的時候 就是 你是澀地的 國家的那個 什麼什麼的 夜門 對 那邊 對啊 是不是 沒錯 所以你是 你以前不知道夜門 我以前知道夜門 但我知道的沒有這麼多 自從認識少迪之後 對於夜門 有非常多新的資訊 是由你這邊來的 沒錯 謝謝你 我們很喜歡夜門人 也是因為你的關係 對 尤其是台灣人 真的現在都是 就是 夜門跟少迪 現在已經畫上等號了 你是代言人啦 你是代言人 因為也只有你逃出來而已 其他人 剛好是三個月 好之前 打贊前 而且我要說我的名字 現在是 夜少女 以前不是李少女嗎 你要改姓夜了 對 好的 可以更任性夜門好不好 夜夜 好那 匈牙利 像我介紹 匈牙利有很多的發明 跟我們也有很多的 跟波蘭一樣 對 比如說 就是 是匈牙利的發明 然後 也是匈牙利的發明 是匈牙利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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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 可是 今天我要介紹一個比較 在台灣比較少人知道 可是在歐洲 在日本 在美國 大家都知道 如果小孩上音樂課 音樂課 對 古代 這是他的發明 比如說 就是這樣子 有手勢是不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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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下去 對 所以這個手勢是 這是匈牙利的發明 這是匈牙利的發明 這是古代手段的發明 對 古代手段 這個是發明給初學者用的 它是一個技術 所以是用手勢的 用手勢去教 學習 其實它有很多個派別 但是高大儀在音樂系是很有名的一個教學法 喔 因為匈牙利發明 所以我們每次去學小學 老師才能不要 然後我們看他的手 我們都知道怎麼辦 我們可以唱歌 然後因為其實我覺得像是台灣 台灣雖然小小的 但是我覺得有很多地方很容易被忽略 因為像是我有看到網路上面 就有人說 每次就是 譬如說中部 台中 彰化 南投 就是不小心就會忽略了 雲林這個地方 他們就覺得 雲林好像比較沒有存在感 是網友說的喔 好 然後我就覺得 沒關係 我是雲林人 我都這樣覺得 你是雲林人嗎 沒有啊 我的身分證是P開頭的啊 你雲林出生的 我是 對 雲林 土生 真的喔 那個基督教醫院 嘉義的基督教醫院 那我想問雲林有什麼厲害 或是特產 你可以 介紹 雲林北港很厲害 那邊有那個朝天宮 還有那個阿爸雞 鴨肉羹 你們知道嗎 還有 給點反應好不好 他們都知道啊 他們都知道啊 還有別的 還有別的 華生 北港華生 還有嗎 華生像是北港來的 什麼啦 舊喜啦 還有楓梨啊 楓梨 對 水果很多 楓梨 楓梨是那家藝吧 其實有一個東西 古坑咖啡 大家有聽過嗎 古坑就是在雲林 古坑咖啡 雲林高鐵站 高鐵站 好不好 那現在才是很新的吧 好 所以你們覺得台灣哪個縣市 最沒有存在感 桃園 桃園 所以你覺得為什麼是桃園 因為我自己住在桃園 我很喜歡桃園 可是我... 桃園很有存在感 妳搭飛機啊 對啊 桃園經常 對啊 大家都知道 在附近就好 他們不知道在桃園有什麼 所以我跟我的朋友聊天一下 我說我們去桃園吧 他們說 桃園很遠 哪裡沒有什麼 不要就... 可是他們可以去高... 那個高雄 他們可以去南投 所以從台北到桃園 大概要多久的車程 大概三十分鐘開車 三十分鐘 就到了 三十多公里啊 三十多公里啊 你到底小莎莎不知道 我每一間都要 對啊 三十分鐘 不用啊 一小時 不過住在台北的人 真的是天龍國人 他們會說 我要南下桃園 好帥 這個也好帥 好帥 我們南下新庄 剛剛最近開那個新的Aquarium X Park X Park 那個... 人潮汹湧 很多魚的叫什麼 水族館 還有咖啡店 很多咖啡店 好玩的東西 對 最大街 新的IKEA也有 大溪老街嘛 是不是大溪老街在哪裡 大溪老街 在桃園 桃園大溪 有很多東西 可是很多人覺得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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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拳 桃園你覺得很容易被忽略 我是講新竹 這個好意外 新竹其實滿 而且連字都不想好好寫 哪有總裁感啊 誰幫他拿起來 你把板子拿起來一下 整個是新竹 為什麼不是啊 新的這個 金 你看 他從漫存在感 連怎麼寫都不知道 我們是故意 我們是用滑的 他連手上那麼少 產而的新竹耶 為什麼你覺得新竹 沒有存在感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 桃園的技場 還有桃園的工廠 是不是都在桃園 然後苗栗 我們都知道那個草莓 還有那個什麼 柯家感 柯家 可是新竹啊 新竹我們 我們都 外國朋友的話 我們都不知道有 新竹的正在感 沒有啊 還是換外國朋友的話 什麼 科學員區 新竹大學啊 其實去那邊 找朋友而已 然後其實他們都沒什麼 都沒有酒吧 還有沒什麼東西 有 對 很多飯店很厲害 那些人都多 很可憐耶 對 我要講新竹 好像是聽說台灣 最有錢的人 是住在新竹 真的假的 是嗎 收入最高的是在新竹 對 應該是在新竹吧 沒有... 平均 平均最有錢的是新竹人 你看很多人厲害的健康 來喔 是... 好厲害喔 老公新竹人喔 用那個豬杯 在豬杯 是台灣的Silicon Valley吧 對 應該就是來嘛 新竹人 可是我以前 我也像一樣的 我不知道新竹 有什麼地方 很無聊啊 對 可是我住在這裡12年 然後我沒有去新竹 然後去年我的朋友跟我說 OK 我們一起去新竹看一下 可是新竹不是很無聊 真的 他們有很多的好吃的地方 所以你要幫我們介紹 那個客家的 客家料理 對 然後他們用那個 獅子的地方 真的 這個很好吃 而且很美 可以整片黃澄澄的 可是他們有很多的 很特別的地方 對 就是一個房間 這個是真的 真的 幸福 好啦 不要聽我的話 我講錯了 我也錯 台灣超有存在感 讓全世界都瘋狂 全印尼的人應該差不多就會知道 鄧麗君的一首 那個 那其實因為是印尼的歌曲 一個民謠 然後他被鄧麗君唱到 全世界都知道 另外就是2000那時候 那年代就是有 紅到全世界的一個 練戲劇 偶像劇 他們當地人看不懂 他們把那個主題曲 全部都唱得很熟 不用嗎 要吃 但是我也覺得台灣 對於外國人來說 好像 常常會他們會有一種 想說 蛤 你說什麼 會有一種聽不懂 其實我們一直覺得他們沒有存在感 你們會不會覺得我們也沒有你們 也沒有存在感的感覺 對 你們覺得台灣 在你們國家人的心裡 覺得它是有存在感的嗎 有沒有存在感 我們問起來都虛虛的 對 印尼人知道台灣嗎 當然知道 其實有那個 有存在感嗎 非常有 印尼人知道還是巴厘島人知道 全印尼的人應該差不多 就會知道鄧麗君的一首那個 那其實因為是印尼的歌曲 一個民謠 然後它被鄧麗君唱到 全世界都知道 而且印尼其實很多台商 在那邊 所以其實他們 你們對台灣應該不陌生 滿熟悉的 沒錯 而且你看 早期的時候 他們知道亞洲的話呢 就是電器啊什麼的都一定要找 要嘛就是日本的 如果沒有日本的 就一定是台灣的 所以這個 講到這個品質的話 台灣一定保那個 品質保管的 對 很好 那另外就是我們如果知道 就是二零零零那時候 那年代就是有 紅到全世界的一個 連戲劇 偶像劇 流星花園 那個紅到不行 連每一個 不要說我們華人 可能看得懂那個語言什麼 可是他們當地人看不懂 他們把那個主題曲 全部都唱得很熟 比我媽要吃 都會唱得很熟 對 因為那部片真的 紅到不行 全世界 全世界 歷史上從印尼有 台灣有到現在 其實最紅的連續劇 就是流星花園 你知道我當時 我有去試鏡 這段 真的嗎 差一點就是去彥均哥 你是因為檔期 沒辦法配合 不是 因為那時候身高不夠 因為他們都在180以上 你為什麼還有個故事 那個時候就是經紀人認識 然後就帶我去interview 然後才知道說 那個時候他們是在interview 你有看到養生達臉 有多尷尬嗎 他不知道怎麼安慰你 跟我一樣啦 也是不會上的 你有去喔 有 大解放戲 五年代的 那個時候 對 以前我來台灣的時候 覺得泰國跟台灣一樣 是一樣的 可是台灣的感覺是 泰國有很多的海邊 比較放鬆 比較自然 台灣一模一樣 有很多的海邊 很度假的感覺 對 然後我的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她嚇一跳 因為我帶她去101 跟西門町 然後她看到 都是這麼亮亮的 嚇死 對 嚇死 因為你們看 就是布達佩斯 沒有能量 喔 五年代啦 真的很多 都很漂亮 所以她發現台灣 不是那麼自然的 海邊的 可是很 modern 非常流行的地方 所以她回去 她跟她的朋友說 台灣真的這樣子 想像不到 完全不一樣 布蘭人 就知道台灣那些 電腦啊 手機高 很多這些產品 大家都非常喜歡 然後非常喜歡 用台灣的品牌 甚至如果哪一個 美國的蘋果跟台灣品牌 布蘭人 我覺得大概一八九成 應該會選擇台灣品牌 真的嗎 就真的非常的喜歡 而且CP值是非常好的 對 還是最低的 對 然後我們那個 波蘭的歷史課上 我們也會學到台灣 然後那個地理課 也會學到說 那個亞洲四小龍 四小龍 其中一個就是台灣 是 所以非常有潛在感 我要補充一點 因為以前在英國念書的時候 其實台灣對英國人來講 有一個印象就是 3C的產品非常好 那一年是那個921大地震 1999還是幾年 然後就是地震之後 工廠都shut down 我就發現很多的外國人 他們那個電子產品 鐵門都拉下來的 因為他賣那個 Esser或ASUS電腦 都沒有 都停止供貨 然後那邊英國同學 都叫苦連天說 你可不可以請你爸媽 幫我寄一台電腦來 他們對台灣的認知就是 電腦做得很好 然後3C產品做得很好 好開心喔 這樣會覺得滿滿驕傲的 應該我這台還在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樣聽下去 台灣好像也還滿有存在感 聽了心情滿好的 今天聊的存在感 不管是大國家小國家 我們比較熟悉 或是陌生的國家 其實對這個世界 好像都滿有貢獻的 對啊 我覺得大家多讀點書 多看點WTO 就可以知道 全世界所有資訊囉 其實不是你們沒存在感 是我們沒有念書 OK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希望你們會下次見 掰掰